喔 加速一下 嗚嗚 欸 太怪太怪太怪 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回來我們好久不見的紐柏林系列啦 我們為什麼要拍今天這一集 最近幾天有觀眾貼給我一個新聞報導 在11月初的時候 賓士的GT63S突破了2018年最速紀錄 嚴格上來說是四門房車的紀錄 那剛剛說到他使用的車就是這一台 所以呢我今天就來試試看 在GTA裡面用同樣的車款 同樣的賽道來挑戰看看 能不能突破現實的最快速度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開著這台GT63S 進去改造一下 在開進去之前稍微來看一下這台車 喔 發動 喔 有些由 喔 他一發動 車上的這個氣氛燈整個鈴起來 哇 意外 這個模組做的相當的細緻喔 內裝非常的好看 然後看一下外觀 厚厚YUU13S 好帥呀 這台車 啊我們看一下它引擎蓋裡有沒有做好 喔 這個模組做的非常非常的細緻喔 連這個引擎蓋上面的建模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到改車旺裡面來改車一下吧 GT63 S Coupe 來 老闆 我要改車了 我們把這個最基本的東西給他改滿 保險桿可以改是不是 空地套件 沒問題 改起來 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這啥 喔 防滾架 OK 改起來 引擎 改 來 車燈的部分 好啦 改一下好了 這個目前線中最快速的紀錄是這個Black Series 我覺得我們致敬一下把車子改成這個霧面的黑色 喔 擾流板改個大的卡蹦 全雕系統的話基本上我覺得不要改好了 因為這台車車身原廠好像就已經夠低了 再低下去可能車子會很滑喔 渦輪裝起來 車輪的部分我們就用原廠的車輪就可以 然後把它做一個強化就行了 車窗的部分應該不需要改 OK 好 它的改裝品不多喔 大概就是前面的擾流板還有後面的尾翼這樣子 欸 會不會摸到地板 欸 不會 好的 那麼各位我們接下來呢 就前往紐柏林賽道吧 好的 那各位我們這一次的紐柏林賽道呢 我稍微上網看了一下那篇報導喔 他們跑的是這個北環的賽道 也就是沒有我們前方大獎賽的部分了 所以呢 今天我就從這個地方 等一下從那個方向繞過去 然後會從那裡回來 那這個現實中紐柏林最速的單圈呢 是6分43秒.616 我們來看看在GTA裡面能不能做到吧 來吧 加油 小腹 Let's go 5 4 3 2 1 GO OK Let's go 我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台車 這台衝進好快 什麼 它的0到100 1秒7 哇 這台GT63 這麼快 那我要熟悉一下這台車 等一下 它這台車有點滑 我現在可能要稍微 先熟悉一下這台車的調性 我這台車操控起來有點難度 有點難度 會滑會滑會滑 把視角拉遠一點 比較好開 那這個系列呢 很久沒有更新了 正好有觀眾問我說 阿航 欸 你可不可以 開得比這個 現實中還要快啊 竟然 有觀眾問我 那身為GTA最速賽車手的我 沒有不挑戰的理由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GTA 這個 可以可以可以 漂亮 GTA 這個 改裝那麼多 隨便改改應該都比現實中快很多 好 加速一下 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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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拉一下拉一下 摩到摩到 沒關係 這邊剛好一個轉彎 可以 可以 他的聲浪好美喔 這台車 開起來趣味性很夠啊 抓一下抓一下 打花拉回來還行還行還可以 沒拖到太多時間 好好好 真的不好控制 拉一下 OK 好 油門的掌握要非常的精細才行不行 勉強可以 我拉回來 好 那柏仁賽道也是一般人 可以隨便挑戰的 拉一下 我現在跑到這裡輪胎已經過熱是怎樣 狀態顯示器輪胎非常紅 怎麼右邊前方失去感測了 糟了 看來今天天氣太好地面很熱 還行輪胎扛得住 兩顆輪胎偵測不到了完了 等一下車子會不會越來越滑 殺一下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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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怎麼那麼難過 繞賽 繞賽 那各位放心喔 我今天是不會開這個氮氣的啦 我怎麼覺得 我等一下可能要開一下氮氣了 剛講完 我實在是不太敢用第一人稱開 我現在光是用第三人稱 就非常的難控制 用第一人稱應該直接去喔 有夠滑的這台車 哎呀 這個辣可以耶 來加速一下 哎呀 殺車要殺車 哇 這個牛柏林真的好漂亮 彷彿已經不是在玩具貼了 在玩別的遊戲啦 分心了 不應該看旁邊的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趕快喬回來喔 不分心 不分心 專心開喔 我覺得我以後錄影前 應該先 練習思考一下 這車子怎麼這麼難 控制啊 馬力太大了 直線加速 好來 現在五分五十秒啦 快了快了 這個直線加速完就結束了 我們看看這台車 最快可以到多少 剛剛是多少 三百二十 三百三十六啊 哇 這車怎麼那麼快啊 除了 颯弄一下 這裡要小心 OK 我們到終點了 哎唷 幾秒 可以啊 我這個成績 最後是這個六分22秒 完成了這個比賽 我們在GTA相當的輕鬆 突破了現實的最快速度 哎呀真是 好險寶座的面子 大家就知道GTA裡面 這個改車的數據有多麼的不科學了 相當的快 應該是比現實快的超級無敵多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吧 每一次跑完扭搏的一圈 我就覺得好累 我們看整台車子受損的狀況 剛剛只有磨到一些小地方而已 一點點擦傷 還行啊還行 整台車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受損 旁邊可以看到這個V8 這台GT63呢 是搭載這個4.0升V8雙渦輪的增壓引擎 我就覺得在GTA裡面 很有那種衝勁的感覺 整台車子呢 需要非常細心的操控 那這一個引擎呢 它最高可以到730匹 相當的下的 有啦我剛剛開起來 這台車非常的讓人滿意 太快了這台車 好車這台真是好車 剛剛有幾個過彎 不慎打滑 肯定是在下技術的問題 好啦各位 那我們今天這個好久不見的紐柏林系列呢 就先到這邊了 如果你還沒按下訂閱的按鈕 趕快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已經快突破40萬訂閱大關了 那按下訂閱的同時 也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går來啦 มา按下osed 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